伊朗的无人机技术,不知是城河门河派,居然也能够做的有模有样。 这算是伊朗除了火箭弹之外,比较可以拿得出手的武器。 然而尽管如此,那也是相对而言,对于那些没有无人机的国家,或者无人机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,伊朗的无人机还是很有吸引力。 但是伊朗本身其电子技术并不发达,何况还要攻克无人机的发动机问题,因此伊朗无人机的技术来源一直是一个不受命令的问题。 有周边国家都缺乏无人机技术,因此伊朗的无人机在附近地区扩张势头讯蒙、叙利亚、野门、巴勒斯坦,都或多或少的拿到了部分伊朗无人机。 此外,某些武装组织也可能拥有伊无人机、竹针竹党、菩萨武装等等。 伊朗无人机虽然算不上高端,但进行基本的侦查还是凑合的,部分无人机还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,只是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属于半浪子工程,没有配套的相关导弹技术,因此只能携带常规炸弹,或者直接进行自杀式攻击。 最近,胡塞就用一架一支无人机,袭击了沙特首都附近的一处炼油场,攻击应该是成功的,因为不久沙特方面,就对外宣称,该炼油场是意外失火,且已经被扑灭,这再次让人对伊朗无人机充满了疑惑。 从野蛮北部到沙特首都也有千多公里,伊朗无人机是如何实现实现操控的,而且没有隐身设计的情况下,沙特为何没有及时发现? 这也像沙特提了个醒,如果这次不是炸弹,远送的是化学武器,利亚德会怎么样? 伊朗的整体科技实力,是难以证明其现在拥有的无人机技术的。 至少从湖塞操控伊朗的无人机来看,其还是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的,何况既然湖塞能拿到,那应该不是伊朗最先进的无人机。 其实伊朗的无人机技术一部分可能来自于美国,早几年曾有新闻报道过,一架美国无人机,被一款操控,无损迫奖在伊朗。 伊朗是如何解惑美军的信号的,又是怎么解替美国控制这架无人机的,这是一个谜。 应该说,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,伊朗的技术实力,远远无法做到这一点。 可能有的国家掌握这部分技术,但是不愿意自己动手,因此假手于人,让伊朗遥控后降美国的无人机,最终其技术与伊朗进行分享。 伊朗获得一部分之后,无法再有进步,而那个幕后国家拿到了技术之后,吃透了相关技术,甚至推出了更多的无人机型号。 这个分析应该是符合实情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